台北市选战撒喀都呢 今天三个人是同台出席社福联盟的民间版社会福利政策白皮书发表会 就是为了日后辩论视线来做暖身 不过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昨天呢就在庙口开讲的时候 为了鼓励长者运动 亲自下场来示范午下深蹲 一道会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陷害武党籍对手黄珊珊挥手致意 没想到下一秒 哎呀 顾着打招呼 没注意到脚下电线 陈时中差一点被半衣教淡定入座 不久后国民党对手蒋万安也到了 台北市三位候选人同台出席社福联盟举办的 政策白皮书发表会 从性别平权到学童课后照顾 三人纷纷端出牛肉政见 也为之后的政策辩论事先暖身 包括民间要顺利照中心或者是住日行查到机构 其中面对到房价跟物价的问题 所以现在谈点这个部分 在现有的状况下 我们会尽量来做 这一点我们是第一个 我们现在就可以承诺 其实我们在台北还是有非常多弱势的孩子 他可能在学习上面进度跟不上 他很需要这样子的客后服务 台北市在里面相对的安置人位不够 那我们之间照顾不够 所以大概很明确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 就是政策社区的居住的服务的单元 小规模就有点像我们常到的小规模 多机能吧 可以临时的安置 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陈时中重视银法族政策 而前一晚没有口开奖 为了鼓励长者运动 还现场示范深蹲 而且一坐就是居住下 因为那时候刚好讲到我们要挺乐林 那就是乐林的 就是我们的营法长者 也需要我们叫全银的运动 但是我们要强调说全银的运动 要有专人来指导 一方面能够增进我们的体力 那一方面也避免受伤 可能性不高吧 陈时中26号晚上没有口开奖 请出总统站台 选战从此阶段 从大咖站台到深蹲示范 和选民拉近距离 要催出最多选票 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